在厦门海仓清郊开台文化公园 两岸姓氏代表参观了 两岸同根开台文化展示馆 并签订姓氏常态化交流协议 来自台湾高雄的严有发 为严思奇背景离乡 肯拓台湾的故事深深打动 他说严思奇是开台第一人 他的英雄壮举 为郑成功驱和赴台奠定了基础 自己与有荣焉 也期待和海仓严氏中心加强交流 为文化传承贡献力量 从这个纪念馆可以了解到 从严回到严真卿 这样子一直到我们这一辈 那说实在话 这个历史我一定要继续传承 给我的下一代 随后嘉宾们前往青郊慈祭祖宫 参加两岸河边宝生大地文化制 启动仪式 期盼以姓氏文化为媒 共同弘扬中华文化 进一步促进两岸同胞心灵气和 个人从事书画的创作三十几年 所以这次也是代表台湾的书画家 上台即兴创作 让很多台湾的乡亲 透过这个民间文化的交流 找到了他们的根 找到了他们的源头 在极美 两岸融合发展中心 和福建省连衡文化研究院 嘉宾们了解了台湾爱国诗人 林恒先生的生平事迹 以及他创作台湾通史的历程 台湾联市宗亲感慨 此行不仅加深了宗亲感情 更增强了对祖国的认同感 我觉得是非常有这种荣誉感在心中的 在这个过程中 如果未来能够有更多的机会 让两岸的尤其是青年学子 多多的交流的话 大家两岸的这种和平统一 我觉得是非常重要 而且是随到取成的一件事情 我真的是感同身受 因为我在17年的时候回去寻根 我进入我们那个祠堂 有300多年的祠堂的时候 我真的是泪流满面 有80% 90%以上的祖籍 都是在大陆 如果能够让这些人 也都能够有机会回来 像这样的交流 哇 那他知道说 他其实本来就是这里的人 而且宗祠 祖祠都在这个地方 那种本是同根生 而且就是血浓于水的那种感觉 马上就能够涌现 在厦门南普多次 嘉宾们进行了祖谱编修方面的交流 他们表示祖谱印证了 海峡两岸的历史运远 是维系两岸关系的纽带之一 此次让他们更深刻地感受到 两岸就是一家人 办这个活动 让他们多了解 人性了解 百姓嘛 百姓 两岸都是同根生 血羊相连 大家知道都是中国人嘛 多交流嘛 多交流 当然两岸就比较 因为来来往往 大家就感觉像一家人一样 就越走越近 以这个百姓论坛为搭建桥梁 过来作为一个百姓论坛的交流 就是民间最草根的交流 那作为我们这个陆配新住民这一块 那是更要跨越信誓这一块去交流 就没有 就是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